5..4..3..2..1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 算是我們房間改造DIY的續集 那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充電板 很多人在問說這個充電板 看起來很好用 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到底怎麼組裝起來的 因為上次實在時間不夠多 所以我們沒有很細節的去講這邊 它真的蠻好用的 這個是目前我房間裡面 現在新的設備裡面 使用率算是非常高的一個東西 我在那之前呢 這個房間發生了一點悲劇 就是這個 對 原本這裡有一個 這邊就是可以放你最喜歡的一些東西 原本這裡有一個黑色的架子 然後之前也有很多人在問說 奇怪那不是不能釘嗎 這個架子怎麼弄上去的 其實我也是黏了很多3M的膠帶 可是呢 我還是黏不夠多 就是我們那時候下去台中 然後我電腦就搬下去 因為需要剪片 然後我們回來當天呢 我電腦箱子就放在這邊 然後就還沒把螢幕放回去 然後我先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 對 然後我那時候在外面 完全是找不到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走進來看了之後發現 這一條 這一條東西 它原本應該是在這裡的 對 然後它整顆砸下來 對 掉在這 然後那個桌子上面有一個凹洞 因為這是松木板 所以它現在有一些凹洞跟刮 對 我只能說還好我那時候 電腦還沒有放回來 不然我電腦就掛掉 整個被爆頭 不過它掉下來的方式 好像剛好會miss掉電腦 剛好會miss掉 你有 你這麼有信心 我們來試試看吧 沒有啦沒有啦 你把它貼回去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最好還是鑽洞 然後到時候再把洞補回去 不要啦 那就先不要 這個悲劇上面最大的遺憾 就是說 痘痘他之前去做的 喔對 這一片 這一片 它還蠻非常珍貴 痘哥的手磨放在上面 然後它整片裂掉 不過還好還好每個piece都還在 都可以黏回去 因為這種東西破掉最難過 對啊 唯一會比這個難破 就是如果我電腦被爆頭 的話 它會更難過 那我頻道就結束了 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另外一個悲劇就是說 我們植物已經死掉了兩頭 對 死得很快 我連它們是什麼植物 我現在都已經忘記了 就很奇怪 你明明就有在澆水 然後可是 它就是會乾掉 它就是會乾枯掉 好 我知道我人生就是只能養仙人長 你看它們活得多欣欣向人 我覺得你現在的掌聲也有可能會死掉 他們會活得很好 長命版色 而且你看連它 它明明就是 是在室內養的盆栽 可是 它一樣 它會哭掉 其實有人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到底要怎麼養嗎 好 那現在講一下我這個房間 目前到現在的使用心得 因為你之前一直抱怨說 我進來的反應不夠大 你沒有感受到我的感 你沒有讓我覺得說 你對於這個的感想 有多麼的開心 欸不錯耶 有耶 有像那個外國他們那個很專業的 有沒有 我之前啊 之前房間這邊不是有張桌子嗎 然後電腦是在那邊嘛 所以我那時候都要你走一下那個路線 你之前都是要從這邊走到最後面 然後再繞過來 再從這邊才能坐下來 對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說 這樣的設計 會讓我做事的時候 比較有一種包覆感跟安全感 可是我後來發現 當我不想要做事的時候 這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屏障 就更不會想要走進去做事 我覺得這個可以真是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這個房間 我們大家都比較願意進來 而且連豆哥有時候也會想要在這邊玩遊戲 對他有玩具在這邊 對 所以時不時這裡其實還是會亂 因為他還是會進來 然後拿一堆玩具進來玩這樣 就是說他現在變成一個開放式的空間之後呢 做起事來其實是比較 心情上會比較放鬆 所以這個空間改造是還蠻成功的 拍手 我現在就一隻手拍手 拍手 另外一個讓我覺得非常 我非常喜歡的東西就是 這一支還沒有的 跟後面的這個 長條的LED燈 這個煤油燈原本是放在那邊的 可是因為我太喜歡他了 所以我把它移來這裡 你就是每天需要看到他是不是 對 我們知道為什麼嗎 他在晚上點著 然後搭配這個木紋 非常的放鬆 有一種非常放鬆的效果 會讓你有一個幻覺 好像你是在cafe裡面 還是在什麼小木屋裡面 然後後面那個變色的那個 那一條IKEA的LED燈 那一條有一種氣氛燈的效果 因為它那個顏色實在是太奇怪了 就不是在正常正式工作的時候 或是辦公室會出現的顏色 所以它會讓你的大腦有一個錯覺說 你現在不是在辦公 或是不是在做正式 難怪你現在都不出來啦 我們都是自己在外面 然後你都不出來了 害我們要來這裡跟你一起做事 有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就是 我會坐在這個椅子上 然後你可能在那邊做事 然後豆哥就在前面玩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很難轉型 因為你們很吵 它變成了一個大家都想要進來的空間 加緊空間 對 你這在使用上的話 這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block 拍手拍手 設計師 然後我今天啊 要在這個房間加一個新的成員 你要加什麼 你被我偷買什麼 你之前不是說你在坐在這裡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你原本說要給我看書的不是嗎 看書一定要聽音樂吧 看書一定要聽音樂吧 我現在聽音樂都是在YouTube上面播音樂 所以我都要跑來這邊換音樂 然後再跑回來看書 就很不方便了 所以 等一下 你是不是偷錢業配 這個呢是 修流菲米頭 什麼東西 等一下等一下再讓我用一次 Sentio OK 它多美啊 它總會有三個顏色 可是我選了一個深灰色 搭配了它玫瑰金的顏色 多適合我們這個空間啊 我們空間就是一個深灰 然後搭這樣玫瑰金的東西 我現在比較好奇 你這樣它還多了多少錢 它每一個按鍵都很suttle 而且它是有這樣凸凸的感覺 會讓你按起來會比較有 暗暗感 就這樣子一顆 沒有任何線 它就是無限喇叭 講了一些廢話 害我被口水嗆到 然後你等一下你不要講那麼多 我要先試一下它的音效 我要先試一下它的音效 因為我通常都是選造型的 對 你這個人超不準的 每次都給我看造型 然後那個音效都爛爛 造型好看 造型好看音效其實就很糟糕了 好廢話沒那麼多 先來試一下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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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 比我另外那一顆好 因為這種 其實對這種藍牙 藍牙喇叭 我對音效的要求不會太高 不過這一顆算是中上的音質 它的那個 人聲音的清晰度有出來 因為很多會 這種小顆的喇叭很多 樂器跟人聲很容易就 悶在一起 就有一種 然後 你以為就只有一個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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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看 我覺得你油掉 觀眾會覺得你現在很油 你是不是拍太多影片的人 油掉 你可以把它剪掉 你要兩台看嘛 驚喜 欸你不要看喔 它這一台 你是兩台 然後要防條線 掛在頭上當耳機 一台可以給我 一台給我啦 因為它這一台有一個特色是說 它其實兩個是可以把它搭配起來的 你同一個器材去配合它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當成左右聲道來播的 所以我現在如果就是拿iPad這邊看 播電影的話 它會有左右聲道出來 supposedly 很方便喔 你剛剛那台已經連過了對不對 這台現在是連著你的手機 這台是已經連著你的手機了 然後我只要先把這台打開 這一台是還沒有連手機的 然後我這一顆另外這一顆 按兩下 它有一個就是很像 那是藍牙鍵啊 它有一個藍牙鍵 它自己就會連 它就會找 它就連起來了 它就是左右聲道這樣子 對 很立體感耶 螢幕有點太小了 哈哈哈 這感覺還不錯 對啊 那我要 真的螢幕太小了 我要去買一台iPad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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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你不要再貼錢了 好大聲 對啊 你就要這樣看電影下去了嗎 還沒錄完齁 還沒錄完 還沒錄完 我要跟大家講說 還沒錄完 還沒錄完 還沒錄掉耶 I'm sorry 好我現在 要跟大家來好好講解一下說 這個板子到底怎麼樣黏出來了 好我先把它轉下來給大家看裡面是怎樣 IKEA來的時候呢 它就是會有附架子跟這些小扣子 讓你直接扣上去 它裡面長這樣 然後後面它自己就會附一條這個支架 一般來說它是直接給你釘 釘在牆壁的 用這兩個點這樣釘在牆壁上 那我們就是後面呢 我把它拔下來給大家看喔 我後面就是用了3M的膠 反正我是把它貼滿就對了 然後我除了上面有貼膠之外 它下面IKEA的設計是只是 它就是一個跨的 就是算一個支撐的腳而已 它沒有要把它鎖在牆壁上 那我自己是因為怕上面的支撐太重的話 下面我也就是用了那種 我們最近很流行叫做無垢膠帶 墊了兩塊在下面 對我也就是把它黏在下面 就是給它做一點支撐 讓它上下都可以分散它的重量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很簡單的可以敷這種鎖 直接這樣讓你把它鎖回去 這邊 DJI 的電池在這邊 對然後你這個 Osmo Action 的電池在這裡 我這個是 Canon 的電池 然後 Panasonic 的電池 所以我現在真的是每次拍攝 出去前跟回來之後 全部都插上去拔出來就在這裡 然後一鍵可以控制所有的電 所以這設計是蠻好用的 很多人都好奇說 這些充電器 到底是怎麼樣固定在上面的 其實我也就只是在後面 貼了這些無垢膠帶而已 這個到處都有在賣 現在蝦皮啦 我在蝦皮上面買的啦 可是那種五金行應該也都有買 然後有很多人問說 這個線是怎麼收得這麼乾淨 是藏在板子後面嗎 如果說啊你要比較功夫的話 你其實是 你其實是可以把洞磚帶 然後線直接穿到後面去 然後讓它整體看起來就是更乾淨 可是因為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我就盡量的在前面的地方 把線都收好 我先把線順齊 然後盡量的把它藏在東西的後面 那其實我也其實有為了這個設計 我自己有在去找就是比較多槽的充電器 一般自己原廠附的話 它可能最多就是一個很大顆的 然後連著一條線的那種充電器 這樣子的話其實你板上就會變得太多 可能收納起來會不是那麼的簡單 那我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特別去選了一個黑色的延長線 那我覺得它這個延長線其實很棒 大家都會覺得說 欸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可以從上面控制 因為它這個一鍵 按下去之後 就所有的電都關掉了 可是其實所有的延長線它都是這樣 所有的延長線都是這樣 只是它長得比較特別是說 它是一個圓的 然後它按鈕在中間 這些插頭啊很常的時候 因為每個插頭都大大小小都不同 你如果是一整條的 它就是會卡到你一定會有幾個插座是你用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那樣也很浪費 所以我就會去找這種圓形的 而且它上面還有自己帶了三個USB的孔 詢問度超高 詢問度超高 我這個其實就只是在蝦筆上面買的而已 所以它買來就是長那樣 它買來就是長這樣子 詢問度超高的一個延長線 我問了 我們要自己去買嗎 對我是只是在蝦筆上面買的 但是你要抽獎 算了你自己買好了 對 最後我們有Studio的專屬折扣碼 85折 另外呢 在復興節的活動 它還多送你一個Toyote包 再加上一個Money 夾 你一定有收錢 帳號給我看 這是我的帳號 妳好帳號 妳好帳號拿出來 好帳號 我要開 妳要拿這個幹嘛 這個 小心 好嗎 看來要噴菜炸才寫到上面 我們上禮拜沒有上片 然後覺得對不起大家 所以明天多上一片 辛苦IKEA的開箱 恭喜開箱 恭喜開箱 恭喜開箱